为了不增加家庭开支 深圳宝宝的奶奶坚持不请保姆 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一直坚持着 七月的深圳炙热难耐 高温加上连日的劳累 奶奶病倒了 吃药了吗 起来 我就给你擦现在药 那药擦 擦完了 中午又擦一次了 没擦 就是我出门的时候给你擦那一次 来 喝 喝 我再给你擦一下 一会儿让我再吃 空空不能吃药 一会儿吃完饭再吃 啥没事儿 那个一会儿吃完饭再吃 你先喝点水 我再给你擦一下那药 不喝了 还剩一点点 再喝 睡吧 躺下吧 躺下 躺下 老爸 做饭了 高烧不退 病半有头痛 腰痛的旧病也复发了 奶奶几乎没有力气下床了 小两口只能抽午餐时间 匆匆忙赶回家照看一下孩子和奶奶 摇起来 宝宝也有啊 宝宝你也有啊 妈妈正好利用这个时间跟宝宝玩一玩 也许是许是许久没有妈妈的温情相伴 两个宝宝在妈妈的陪伴下显得异常的安静和自在 奶奶病了 原本是需要与两个孩子隔离的 防止交叉感染 但是家里实在没有其他人照料两个孩子 慧庆博按照奶奶的意思 吃完午饭 用消毒液对房间进行消毒 慧庆博和吴小军夫妻俩 已经在深圳买了一套房子 今年年底一家人就要搬进新居 结束租房生活 这也是小两口在这里早出晚归 心情耕耘的动力之一 你那个药吃了吗 一直没吃呢 你把那个饭吃了呗 你把那饭吃了 把那药吃了 你不吃药也不行 你的药都在那呢 你要有事你就给我打电话 安顿好家里的活 夫妻俩又要向培训中心赶 几十个孩子在等着他们去上课 这对于还处在创业初期的小两口来说 不能有丝毫的马虎和怠慢 你就收拾我电话啊 我先走了 爸爸妈妈走了 家中只留下两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和病重的奶奶 在深圳这个局目无亲的城市 这个家中的每一员都需要用坚强去面对 宝宝似乎也已经感知到这一点 兄弟俩不哭不闹 安静地玩耍 似乎懂事了很多 下午吃到了吗 吃到没 宝宝没有人照顾 培训中心排好的课无法临时取消 吴小军只好在课间赶回家看看孩子 一整天两地来回不知道要跑多少趟 希望奶奶能快点好起来 你生病了是不是啊 好 我们希望奶奶快点好起来好不好 我们还要跟奶奶一起玩呢 是不是 来 是不是 我的第一次 睡觉 我认识 就能把你带到口 啊 我认识 看有没有 你 manera 我认识 我认识 你呢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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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我认识 我画的很期待的,那是很幽默的 就是我画的,那是很幽默的 我画的第一个,那是 他现在呢就是说,他刚开始的时候 然后就说,他刚开始的时候 然后就说,十斤九了 十斤九了,十斤九了 都会有很多的 看,刚开始,然后这个线条 刚开始的一条 然后,我们逐渐的时候 刚开始就有多的 回到家,已经是晚上九点多 奶奶的病情 依然没有好转 惠庆博决定连夜带着母亲 上医院看看 尽管奶奶不愿意 还是被惠庆博 强行拉出了门 你出发了,你不代表你好了呀 快点快点 走吧,走吧,走吧 宝宝,他们都已经试完了呀 他们都搬院了,去哪儿呢 幼儿园的,他们不是放假的 放假,你们全部已经都过来了 哎,对对,明天十点哦 对对对,十天准时到 那个,我先带老妈去打针 然后你的宝宝就交给你了 去吧,去吧,去吧 那个,你叫他快三 他给你送上来 你就这样,你让他给你送上来 然后你提前跟他说,你说那个门 你说那个门,你先挡一下 等一下,我肯定要下去一下 你让他送上来,没事,你让他挡下门 把门挡一下,他自己送上来,自己下去嘛 你说我不行,我说家里一个人 走不下去,啊 好了,去吧,去啊,去啊,去啊 哎,行,出汗了 我说不用去了 好,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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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深圳宝宝又长大了一天 慧庆伯夫妻俩依然忙碌 从早一直持续到晚 快点啊 不知道老妈跟宝宝在家怎么样呢 快点快点快点 今天早啊,今天早一点 今天早吧 今天早啊 今天早啊 今天早上十年多了 在这里 你问问他有没有粥吗 嗯 你这有粥吗 没有粥 你这,这个是什么啊 是鸭腿吗 烧鸭饭 你帮我拿一份烧鸭饭吧 烧鸭饭吧 嗯,我给奶奶买了那个面 因为那个是最清淡的嘛 他感冒了 昨天买了猪脚饭都没吃 他说太腻了 奶奶的病情有了好转 慧庆伯夫妻俩稍稍松了一口气 一家人的晚餐 简单,但却温情 忙碌过后 一次难得的相聚 这是朴素而真切的幸福 夜色中的深圳 有多少这样的故事 正在上演 但是,我们可以跟别人家的解决 但是,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